大家好,我是修修,回来收看这场小孩对这个生羊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同样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在上一次呢,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孩打出了一个无限联的 也是同样的这一场 我们来看看这场又是怎么样 对手落地没有落好,直接被小孩反击 好,吸力钢 拉拉距离,找者机会立回一波 他又是拉了一个一流席 别看这个玛丽只是出了一个重手 他其实是包含这个指令头的 来看小孩这一波 好,一个跳蟹 出这种招要小心啊,刚好是有能量还好 对手失误了,没有胜能夹起来,或者说没有抱起来 继续捅 又被晋升了 压不太好啊 有人说这个 比利,棍子这么长为什么这么弱呢 是因为他出招有点慢啊 然后这个判定啊,伤害也都一般般 最多也就是那个,反摇重拳的那一招啊 伤害会高一些 现在小孩只剩下玛丽一个人了 下跌一跌 哇,圣龙还是过不去啊,小孩想要进攻 都被打回来了,哇,再被脱一个夹 给防好啊,哇,再爆一爆 生龙夹残血 哇,还想撤智商啊 好,小跳啊,落地直接抓了 死里的豪生啊,想要撤一下小孩的智商 小孩是外号叫小孩 人家长大了,智商肯定是比较高的 残血之后现在回了一点血啊 还是非常有耐性 哎,又被下地踢到 不妙啊 开局不利啊 出师也不利 找机会,啊,攻过来了,漂亮 小跳落地,抱一抱夹一夹 哎,这下起身乱动了 对手以为自己的血量很多啊 没想到这一套直接带走 而且又给了小孩加了一点血的机会啊 这两个人都是有指定投的 看看,孰强孰弱 他还要暴起了哟 要小心 好,下B点 漂亮架招 看看怎么着 哦,漂亮 刚好知道对手AP预判成功直接反三残血啊 高光时刻来了 好的,啊,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啊 关注休休,不会走丢 这 avec 好 好 好